台二十縣南橫公路下馬往立道路段 在十月間因為台東連續暴雨 造成道路中斷 下線落差將近三層樓高 觀山公路段搶修後只能勉強通行 未顧吉利道和物路村族人交通往返的安全 公路段開始施作上下邊坡防護 以及道路重建工程 並實施交通管制 公路總局觀山公路段表示 工程主要是將道路落差拉平 後續會邀及水保局和林務局 針對道路上方施作地表水匯集 以及下方溪流護坡工程施作 避免又因大雨道路再次滑動坍塌 自從莫蘭地之後還有艾利 它造成那個路基嚴重的下線 目前下線到十米以上 就是把邊坡比較不穩定的泥土 沿土把它平衡到我們路基 讓路基可以比較拉順 所以我們也要把上部一個地表水 把它要配合各相關單位能夠配合我們 還有大家共同把那個邊坡的水 把它克服住 我們的路基就會比較安全 交通管制時間 從每天上午八點到十二點 以及十二點半到傍晚四點半 觀山公路段表示 目前管制的時間先14一個星期 之後再看地方需求和施工狀況 再增通車時間 工程預計一個月完成 記者尼泵台東海端才能報導